你好,欢迎收听羽木观后感,我是羽木 今天来分享一个电影的观后感,这是一部电影 Vita and Virginia,2018年的片子,维塔与维吉尼亚 这部英国的传记爱情片 描述20年代,有两个作家,维多利亚和维吉尼亚 也就是知名的维塔和乌尔夫 跨越社会阶级,认识彼此,相知相恋,聚散离合 变成触不到的恋人 维塔生活在上流社会,不愿受限于相夫教子 工作,玩伴,密恋,满足他不同的胃 相信独立不分性别 乌尔夫以亲身经历,还有文学天赋,把这段感情经验写成奥兰多 把这段感情经验写成奥兰多 集结男人,女人,古代人,现代人与医生 那位充满意识流的综合体代表维塔 代表乌尔夫心里确实有过他 也代表最后的决定,还给维塔真正的自由 Vita&Virginia这部片,千鸭巴尔导演 Jemma Alton,Elizabeth de Vicky,领前主演 值得一提的是,Isabella Rossellini也有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 她是谁?她是谁?Isabella Rossellini 我的网站上有照片,看一下书定会认得 这个人是不得了的 来自真实的爱情故事 包括当年维塔与沃尔夫的书信 对白有诗意和意识流 是一部文学爱情片 电影资讯 Vita&Virginia 维塔与维吉尼亚 维塔与佛吉尼亚 基本上这些音译上的不同 都是在指同一部片 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阶段 意图往常写下一些随笔 语目观后感 看这个片带给我什么样感触 让我想到哪些东西 Vita&Virginia来自真实故事 提到沃尔夫 他的著作奥兰多 他与维塔的感情 我又是在电影里面遇到沃尔夫了 如果记忆可靠 其实这时候也是有点 我没有梦过他 没有到那么 那么 我很尊敬他 没有到那么的 怎么讲 爱他 所以说又在电影里遇到他了 没有又梦到他了 如果记忆可靠 近代有关沃尔夫的电影 要这样想的话 第一个一定是想到 Hourly Hours 时时刻刻 我个人觉得属于达洛威的同仁志 那个片子很有名气 也饱受争议 还有一部是更久之前的 就是Ollando 记得没有错的话 就直接翻拍他的小说 美丽佳人欧兰朵 应该是那个名字 的确 以前的人比较有胆量 拍的人 看的人都是 我当时年纪还小 片子看不懂 欧兰朵那部片 只记得演员 印象很深 而现在这个片子 就是Vita and Virginia 对我来说 刚刚好 片子低调 低成本 DGI 专注描述一件事情 省去很多负担 我用特殊的方式 看完这部片 先从比较直观的 看片体验来开始 阿德顿 德维奇 两位主演表现得非常好 就戏剧来说 阿德顿饰演的Vita 属于第一女主角 德维奇的吴尔弗 属于第二女主角 换句话说 地球不会自转 月亮就没有音缺 可是吴尔弗的气势很强 名气也是 如同Vita他说 这个人很少讲话 一讲就是很棒 感觉上德维奇是女医 我觉得这种感觉 此消彼长 但又有事实存在 这种感觉很有意思 比方说看一段关系 两人三脚多边 可能看不清楚重心在哪里 但是看到爱情的时候 立刻就浮出重心 一面倒 故事时间1922年 笔下2020年 我记得这篇应该是 2020年一开始写的第一篇 我问我自己 100年前左右 天才 同志 哪一个比较特别 哪一个离我比较远 坦白说我不知道 没有答案 也许我继续思考会有答案 片子里面 好几段过场 搭配了非常有现代感的音乐 还有出现藤蔓 飞鸟之类的视觉特效 我不敢说这些安排是为了传达 或者是致敬吴尔弗的思想 不过我确实有看到一些东西 是100年前这样 100年后也没变 天不天才 同不同志 通通没有界限 也许这就是他们说的 雨露均沾 我感到有点潮湿 第一个感触有关 吴尔弗先生 吴尔弗的丈夫 一个喜欢看歌剧的朋友 这样跟我说 进场的时候 到音乐厅 到音乐厅入场的时候 先对号入座 而中场休息的时候 赶快换位置 只要是前排有空位都可以坐 虽然20年来 我没有在去戏剧园 但是当时听到这个话 就牢牢的记住 印象很深 一开始的位置 总是看不太清楚 台上到底在表演什么 因为我买不起特区的票 因为我根本就太晚买票 随着时间出现空位 我不必知道那些人是谁 他们为什么缺席 只要记得换位置就好 感受这个爱情故事 我先感受吴尔福先生 他叫雷纳德 出版社的负责人 天才的老公 工具人 我一看到这个老同乡 马上就对号入座了 的确 我跟他都是火星人 想要给另一半最稳定的 却发现 那不是另一半最想要的 既然如此就重来一遍 重新定义所谓最稳定的 又发现那不是另一半最想要的 反复再反复 活得越来越像水 每次争吵都会蒸发ECC 每次包容又会凝结 流失掉的坚持也没有什么好坚持的 剩下的固执只会越来越固执 听起来很科学吧 如果还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 他们说这代表不离不弃 家的根基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我住在雷纳德的位置上 戴着一顶漂亮的绿帽 即便不是我选的 戴起来还是很好看 即便不是我说好看 还是愿意继续戴 这种矛盾是怎么来的 面对婚外情 或者精神出轨也好 彻底脱轨也好 家门外有蛋糕 有玫瑰 有文学 有母性的女人 妻子出了家门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另一个男人 我的荷尔蒙 在这里 就好像跟英国皇家海军的恐惧号和幽冥号 一起消失在北极 与其说矛盾 不如说诡异 我必须跟雷纳德学习 没有另一个雄性威胁我 确实比较容易在非典型关系里面 重新认识自己 我不能满足妻子 维塔可以 只要妻子愿意 没有什么不可以 直到雷纳德他这么说 我不会拦你 但我希望你仔细想想 和维塔这样下去 能有什么结果 很显然 乌尔福的不开心 已经连雷纳德都看得出来 想到这里 我觉得我应该要换位置了 兔福的不开心 目标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个感触 无法靠近 无法靠近 Vita and Virginia 这片里面的对白 包含了当年韦塔和吴尔弗之间的书信 片子里面演到他们俩在写信的时候 阿德腾和德比奇朗读信的内容 正是第四面墙 但没打破 也就是我们观众看到画面是正的 人物正对画面 但他不是在对我们讲话 所以说第四面墙没有打破 那种两个人之间的神交 心神领会 给我非常强的临场感 现在都说代入感 的确 我怀念有人这样看着我 对我说心里话 即便我已经想不出来上次是什么时候了 Vita随着先生出国 旅途当中他就写信给沃尔弗 只有一种方式描述埃及 依照字母排列 只有这个方式可以描述他看见的埃及 接下来就从A开始 大约有20几个名词 代表他在埃及看到的所见所闻 XYZ开头的名词就相对比较少 所以说他这一连串一直念名词 最后停在V 也就是乌尔弗的名字 Virginia 要说那种感觉强不强烈 我想再强烈也不过了 走过四方 心里挂念的终究是他 游记兼情书 果然是出自畅销作家 不过感觉有点像万花筒 我继续思考 万花筒目眩神迷 不知道下一个图案是什么 只知道有新奇的东西在等着我 都说恋爱的人时间过得特别快 就算我想要慢慢的观察也很难 当我的生活回到一倍数 而且我仍愿意拿着那个万花筒 不再像以前一样快速的转动 可以清楚的看见百万碎片 非常细微的变化 甚至让我有三十七分之一秒钟的时间 猜测下一个快要成型的图案是什么 我猜错了 可能是单一事件吧 再下一次 我又猜错了 可能是偶发事件吧 一转再转 一转再转 结果我发现自己每次猜下一次 每次都猜错 原来如此 不管那种绚丽 那种万花筒的奥妙 如何占据我的眼睛 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我无法靠近 第三个感触 爱情 头脑清醒 思虑缜密 跟这样的人谈感情 是很有压力 那不是只过程当中 充满了逻辑辩证 而是当爱情变成只有爱 或是只有情 变成这样的时候 我会听到一种真心话 有点懂又不会太懂 好像这个人 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 如果一生玄命 有所谓的代办清单 我相信认识自己 应该排在前三名 走过一段感情 有人替我把自己看清楚 而且是无耳服认证的版本 我应该很有收获才对 为什么我反而觉得空虚 这是我以前不明白的 现在比较有心得 这张代办清单上面 没有认识自己这一项 或者说 把爱情排在更前面 我大声地问 到底是谁叫我这样列清单 只有我自己的回应 无法完全了解对方 保持好奇 继续不安 这确实会把人逼疯啊 却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爱情 相反的 一旦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 哪怕自自肺腑 爱情已经肝肠寸断 一百年前 童志 天才 哪一个比较特别呢 一旦爱过 大家都是一样的 好的 分享到这边 介绍到这边 Vita and Virginia 2018年的片子 维塔与维吉尼亚 我个人觉得 乌尔福的 怎么说 无论是他的作品 或是他的故事 他的人生经历 这个人是非常值得 多认识他一些 奇人 他真的是一个 蛮值得了解的人物啊 可以这么说 好的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宇木散文故事 宇木观后感 两个都可以搜寻得到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 谢谢